事情越来越朝着孟杰害怕的方向发展了 之前被王赫迪抱怨 参加活动对自己高冷 孟杰说因为弟弟太火 有点害怕 好久不见 上次在活动上见了 但我给你打招呼你很冷漠 我不是冷漠 是你现在太红了 我不是有点害怕吗 打扰了 而现在到了新一季的桃花物 孟子一和王赫迪的CP粉们 那是越来越多了 上节目拿着道具搞怪 老父亲王春君惯着弟弟 而到了孟子一这儿 就是一顿教育 关键对王赫迪还挺管用 这节目组消音的手法 真是让人好奇心越来越重了 但像这样的小学鸡吵架场面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早前因为一个螺丝粉的毒荫 他俩都能吵起来 螺丝粉 螺丝 它叫螺丝 螺丝吧 而如今碰上大冷天 穿辣美妆的孟姐 王赫迪哪更是敷衍是夸奖 孟姐你不冷吗 我外面是羽绒服 虽然我里面穿的是辣美妆 但我外面是羽绒服 咱就是说这场面为啥看着那么熟悉呢 因为上次孟姐做滑蛋的时候 王赫迪夸得更夸张 炒的是滑蛋 是不是滑蛋 滑蛋 好滑 嘴都滑没了 好比五大金还快 但说实话 孟子一还真吃这一套 别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是揣着糊涂装明白 说话那是从来不过脑子 老秦和喜秦 他俩是不是没找到地方 我在讲 他都没有我聪明 那他怎么说相声 死记硬背吧 估计 孟姐讲话好笑程度百分百 张婉逸反应好笑程度百分之一千 死记硬背这四个字 老秦还不是要剃兔鞋 更可怕的是 这只是冰山一角 当NPC把嘉宾逼放这件事 应该也只有孟子一干得出来了 你是什么职业的 我是什么职业看不出来吗 我肯定是大网红啊 哦 你两天在家里嘻嘻哈哈那个 你有病感 在口出什么狂言 哈哈哈哈 什么 在监控里写着 我没有讲过容 哎呦 谁弄在狂狂的 好了好了好了 整了整了怎么样 整了 对不起 你整了怪我 特别是听到 孟姐用一种很高深的语气 对着镜头说 是经纪人 他们心里承受能力差的时候 我都在想 孟姐 你经纪人跟你说的话 你可是前当没听见啊 侥幸公司跟你解约 但是现在我其实会比以前 稍微慎重一些了吧 就是我 不光是我自己 我还有我的工作伙伴 有我的团队 就是我不想就是让他们 一次一次的跟着我心惊胆战 因为他们成了农场 不过你还真别说 这样的孟子依还挺招大家喜欢的 不仅节目效果拉满 朋友们也比较宠她 就比如听到孟子依说脸晒疼了 周一维直接就把帽子摘了 让她遮阳 然后家人们一个接一个逗她 绝对的团宠无遗了 我脸都晒疼了 孟子依 她真的脸疼了 我孟姐脸晒疼了 谁要把我脸孟姐脸晒疼了 我拿她试分 孟姐脸都晒疼了 节目都就进不下去了 孟姐你的脸就是我们的脸 就是藏环物的脸 她不是的吗 甚至有时候我都在怀疑 孟姐自信唱歌的样子 大概率也是被家人们惯的 立席唱歌质疑老师 上节目觉得自己不然唱得好 拉着毛布衣一起合唱 咱就是说在唱歌这块 孟姐咱还是别努力了 因为听了她跟杨迪的《无法原谅》后 你真的会无法原谅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孟姐开得起玩笑 跟王后帝打篮球PK 输了就要找人说自己是大傻子 孟姐是真的说到做到 之后王后帝开玩笑 说加入菜地小组 要写保证书 孟子艺就真的老老实实地写 甚至还听话地 当着大家的面读 真的是流打脑子胆不多 还有这突如其来的逗孟子艺 走路过来 假装看不见她 这安静的几秒钟 换别人 估计早就走了 但孟姐还是一直跟着 感觉忽悠她啥 她都会信的样子 怎么都不跟我说话 为什么 什么意思 都不说话 刚刚谁打我 谁打了我去 站在你们的前面 就算不跟我说话 你们也一直能看见我 咱就是说 这种拥有800个空心心眼的女艺人 是真的不常见了 抢大游戏 跟导演要得分的样子 导演 你就宠她办 我觉得我也得得分 因为我一直说蛇 必须得分 得分 必须得得分 得分 必须要得分 得一分 因为我早就说是蛇了 那就得一分吧